歡迎來到NEWNEW FITMENT里 我今天要來做 居家快賽 然後因為這是 全家現在目前有 預購兩款 一個是福爾威創 一個是螺絲 但是一樣都是五路包裝 但是大小差這麼多 我們來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差別 我們先來開一下 福爾威創 看一下福斯 車子 我想換車想瘋了 因為車已經開了差不多 16年了 他是這樣子 家用新型冠狀病毒 抗原快速檢測套組 對然後他裡面有五個 這個就是等一下要檢測的 這麼短 對但是他這個 就轉得有點像驗韻棒那一隻 然後這個袋子是你 檢驗完之後 要把棉花棒啊還有這檢測液的瓶子都裝進去 防止二次的汙染 要裝個袋子 棉花棒也是 五根 碰到有阻力為止 然後這就是他檢驗的試劑 他是說要先把鼻涕洗乾淨 對 然後 先洗乾淨 先洗個鼻涕咩 是陽性反應的話是一紅一綠 陰性的話是一條紅色 然後如果 驗失敗的話 他可能就只有一條綠色 或不顯示 那我到底會不會 中獎 還是我是 我這種感染者呢 我們來吃喝喝看吧 先洗完鼻涕 哎唷 然後他這個盒子啊 其實他還有設計一個功能 不可以手一直放著 所以他這裡做一個 最後兩個洞 你就可以先這樣擺著 脫皮孔 我脫皮孔你那麼高興高 他不能碰到前面的那個東西 所以 沒有辦法撕開之後要拿尾端 進去2.5公分的話 大約要到這裡 應該就是那個細的地方 70度 然後拿那個 角度壓一下 你的頭稍微仰起來就好 哎唷 我不敢看啊 他碰到有阻力為止 有沒有阻力 就是碰到底的意思 阻力 然後換一邊再轉一轉 嘖 我鼻水都超過3公分 然後搓進去轉一轉 有沒有碰到阻力了 你頭沒抬 有沒有碰到阻力了嗎 他感覺舒服都閉起來了 要睡著了 好了 喔 就是酸酸的啦 但是主要是 酸酸的 會想打噴嚏的感覺 主要就是像 我們去 有時候耳鼻喉科啊 他們不是會幫你們 幫人家通鼻子啊 會幫你擦棉花棒 這種概念是一樣的 用拔的 好 擦進去 轉 旋轉一下 我轉超過 3到50了 先放著 等一下 這個就可以來測試 那我們再來開下一個 是螺式的 我已經身為一個檢測達人 我看一下喔 他的紙本是 它裡面有 英文版的 原裝過來的 沒有做中文說明 那基本上 應該是一樣的操作模式吧 他裡面的東西 是這樣子的 這個應該也是 這個應該是棉花棒 但是他棉花棒 就是做的比較短 然後螺式的 他是插到檢驗的液體內 要旋轉差不多10次 然後插到鼻子內要旋轉4次 這個是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打開看 不知道這是什麼 看一下 這個 像他是一樣的 看一下 是這個 他這個就是那個啊 那個液體 上面有一個班桌編號 對對對 對 這是1號 這2號 然後他也有一個這個小檯子 可以讓你放 簡體用的 他看起來像正常的棉花棒的大小 對 這就是1號 好 什麼 他1怎麼是另外1號 15到30分鐘 好用1 好 我看一下 6到7什麼 對啊 有點皮屑 哎呀頭要抬一點喔 沒有我剛剛請皮屑請皮屑 每一個四下 每一個轉四圈 每一個轉四圈 那我要把它打開檢測液囉 那他說要放進去 旋轉10下 10下 對 那我可能我都是旋轉超過10下的 就這樣把它放著吧 我覺得這還蠻貼心的 免得二次污染 那我們先打開 福爾微創的 S的地方是滴入 然後C跟T是反應窗 他的答案會顯示在這邊 那我們現在先來滴入 然後捏的時候 你把棉花棒慢慢拉出來 要捏著把水稍微瀝乾 就是讓他不要 要捏捏的 哎呦 哎呦 鼻涕耶 應該不是鼻涕 可是在檢測液 然後再把它放進去 蓋子 有 蓋子壓上去 他現在這樣是不會滴下來 你要自己出力 一滴 兩滴 你要慢慢慢慢吸進去 有 因為他其實 會吸得比較慢 3D 有沒有呢 我自己都好緊張 3D就好了啦 他會過去啦 你超過的話會壞掉 不會啦 出來了 紅色表示沒中吧 是嗎 有嗎 紅色 單一一條紅色是陰性反應 就是未患有 那就是沒有中 測出來中間 那我們全家應該都中 那這個啊 檢測方式 你上面如果看啊 C的對方出現紅色 就是陰性反應 那你的T如果 同時也有出現 但是很淡 不是綠色 那就是檢測失敗 所以我這只有 單純只有紅色線 是檢測成功的 福爾威川 我檢測出來是陰性 另外一個可以直接測試了 因為他沒有講說 你需要擺多久 就是他說你轉完棉花棒 你就可以測試 但是他一樣要捏住 棉花棒拉出來 好 棉花棒 拉起來 對 把棉花棒的水粒乾 很擦的 對也是蓋住之後用滴的 看一下他的檢驗盤 長相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是螺絲的檢測盤 對其實應該反應狀態 會是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來滴滴看 一滴 兩滴 三滴 三滴 四滴 好像有點沖太快 沖有點太慢 再來一滴 太多了太多了 我的滴滴泡泡 好可怕 哈哈哈哈 滴滴泡泡 哎呀 因為他這個檢驗液有點濃 嗯 你有了嗎 那個C 有 一樣是C 好 我的檢測答案出來了 是陰性 沒有確診 兩款用起來的差異性 其實我覺得兩款的差異性 不大 然後應該是說 福爾威創的他的棉花棒 比較細長 你要去抓那個 伸進去的長度 可能要有可能幫你看一下 那另外一個 羅式的話 因為他做比較短 然後他前面會有一個 那個磕線 你只要握到磕線 你手其實這樣放進去到這裡 頂住 你就知道你的磕線到哪 那其實另外一個 也是可以 捏到一個長度 放進去 旋轉 就知道了 其實我覺得不會到 不舒服 就是 如果你有去看過感冒啊 或是 去過耳鼻歐科 他們要幫你清過鼻子 然後幫你擦 藥瓣啊 綿花瓣那個 幫你捅鼻子 其實就跟那個感覺差不多 而且沒有像那個反應那麼的大 對 所以我覺得 家裡可以放個 一兩組 假如說你突然身體有點症狀不舒服 自己可以先檢測看看 是不是 若不是 就可能就是一般的感冒而已 也不用擔心太多 對 那像再來 有可能會 唯一解封 那我們目前 之前就有預計要再去 鳳梨屋 然後鳳梨屋那邊 目前的規劃是 有人數上限制 然後就配合政府的相關規定 那我們自己住的帳地方 我們就是在這個帳裡面 一個帳裡面就是四個人嘛 那吃飯也會在帳自己那邊的餐做吃飯 所以也不會跟人家聚在一起吃飯 那過去的時候也會 在當下要進去前 還要再做一次快篩 我覺得這樣是對 出去旅遊的人都很有保障 這樣檢測一下 彼此都安心 但是還是要保持社交距離 好啦 我覺得 你們在家也可以看你們想要買哪一組 然後我記得兩組都好像是一千五百多吧 一千五左右 螺絲好像貴一點 這個好像一千五百多 這好像一千七百多 螺絲比較貴一點 我記得螺絲好像是一千七百多 但是如果說以剛剛的檢驗啊 螺絲的這檢驗的線比較明顯 對 所以我覺得但是效果都是看得出來的啦 對 那 如果你看我們的檢測 覺得 自己家裡想要準備一兩組 可以自己去全家訂購看看 那 保護自己 保護別人 大家一起度過這波疫情 好啦 喜歡的話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